童年经历比较丰富的朋友应该都曾经玩过回旋标 在我们的记忆中 回旋标还有一个名字叫飞去来气 顾名思义就是飞出去以后还会再飞回来的东西 从外在形象来说 这种回旋要有不同的形状 包括微字形 相交形 三叶形 多叶形 十字形 以及其他的各种不同造型 不过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微字形 虽然大家都觉得回旋标特别好玩 也会把玩回旋标当作自己兴趣爱好之一 但是很少人能够理解 为什么回旋标飞出去之后 还能够自己再飞回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主题 以平时大家最常见的微字形回旋标为例 从外观来看 微型回旋标的背面并不平整 而是有弧状凸起 看上去特别像飞机的机翼 在运动的过程中 它会使空气流速加快 根据伯鲁令原理 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 标一的两侧就会出现压强差 这样回旋标就可以获得向上的胜利 但是在向前运动的时候 回旋标还会发生自转 这就导致标一一个点 对空气相对速度是不一样的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在旋转方向与移动方向相同的一侧 两个速度相加 相对空气来说速度会加快 但是另一侧两者的方向相反 速度自然就减慢了 因为速度不同 所产生的胜利也就不一样 最终和外力使得回旋标 自旋轴的移动方向发生改变 从原来的直线运动 变成绕某一圆新旋转的圆周运动 在空中绕一个大圈之后 重新回到发射者的手中 看到这样的介绍之后 大家有没有明白其中的原理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关注我